县府之前举办108年度全县教师节表扬大会 分别有校长、教师、社会团体及补习班老师 包括师夺奖、教育部信坛分方奖及资深优良教师 共计559位 其中9月份刚退休的德新国小校长吴必辖 获教育部及县内师夺奖 夜中获40年资深优良教师奖成为教育节典范 今年在教育界刚好服务满40年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点 我当老师、主任跟校长各占三分之一的教育时间 所以对现场的不管是老师、主任跟校长的一些工作职责 也都有深入的体验和学习 县议员赖燕雪及曾正言都到场致议 并表达祝福与感谢 县议员赖燕雪感谢校长及教师们 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成就了每个孩子的未来 教育是反转的力量同时也是开启学生智慧之所 厌学存着感恩的心 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在教育界无私的奉献 春风话语完成学生所有的一个梦想 我想不问学生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 而是未来出了社会能够为社会尽什么力量 做什么贡献 所以今天南投县政府举办我们教师节表扬 我想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老师 对所有孩童的一个努力无私的一个付出 成就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未来 县议员曾正言除恭喜得奖老师外 更感谢教师们中年对教育的默默付出 尤其对调皮捣蛋的学生 更是需要加倍付出爱心与耐心 在我们的教师节前世 在这里叫我们所有的教师 教师节快乐 平常的老师对教育界默默的付出 尤其在国小这个阶段 更是要付出更多 我们的学生很多 这个比较调皮捣蛋 我们的老师都付出这么多 我们的学生就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我们的老师都默默的付出 在这里也真的感谢你 928教师节即将到来 借由表扬活动 县议员们表达了对全体教师的祝福外 更感谢所有教师 对教育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为南投培育出许多优秀人才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